2023年新鲜科幻大片 AI创始者今天他来了 人工智能突然失控 投放蔑视核武攻击人类 一场人机矿石大战就此拉开帷幕 2055年 人类在AI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完美实现人机共存的和谐场面 技术愈发成熟之下 AI机器人被赋予了生命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甚至可以植入记忆芯片 使它们比人类更想人类 做饭、比赛、担任保镖 AI早已深入生活各个层面 然而一次意外的发生 却让所有努力化为了泡影 经过美方大力排查 最后认定是人工智能出错干的 为了不让人类走向灭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打着和平正义旗号 开始疯狂猎杀仿生人 销毁所有AI制造厂 长达十年的战争中 无数AI产品变成了废铁 但在国际性的趋势下 部分国家仍一如初衷 选择与仿生人和AI机器人共处 为此 美国通过一项草案 将派兵进入这些国家清除人工智能 镜头一转 谋海岸 海里冒出一批美国大兵 在超级飞船游木号的掩护下 一点一点向岸片进发 任务是找到一座秘密实验室 不远处的海景房内 美国人大黑正和妻子玛雅温存 两人畅谈着以后的美好生活 温馨场景却被破碎玻璃绳打破 仿生人小队抓了一名大兵 说明藏身之地已被美国发现 简刑事不妙 大黑赶紧招呼众人离开 自己却留下和大兵交谈 原来他是美国派来的卧底 负责暗中调查一个重要事件 现在外面炮火连天 计划已经被完全打乱 刚想告知大兵停手 结果对话又被玛雅听见 大黑还想解释 无奈对方根本不听 冒着枪林弹雨 逃上救生船准备离开 只可惜 眨眼来到五年后 大黑从噩梦中惊醒 受伤势影响 如今他天天都要进行康复治疗 医护人员迫切想要知晓一些信息 但大黑大脑受损严重 每一次都是武功而返 退役后的大黑当起了清理员 本以为就这样平淡过满余生 然而这天夜里 一名美国军官又找上了他 表示已找到实验室位置 就在大黑之前卧底的区域 情报显示 亚洲某国领导人尼玛塔 已经研制出一种超级武器 代号阿尔法 打击对象正是游木豪 军官希望大黑参与进来 毕竟他对那片区域最熟悉 没料到大黑拒绝了 妻子的悲惨离世 让他整日欲哑寡婚 实在不想再回到那块伤心地 军官好自早有预料 随即播放出一段影像 大黑瞬间呆住 因为他看见玛雅还活着 负责人艾琳表示 影像录制于两天前 验证测试 玛雅确实没死 如果大黑同意帮忙 到时候肯定会让他们相见 随即 以大黑为首的突击小队 降落在行动目标区域 艾琳负责远程支援 游木号负责火力打击 奇怪的是 这里并没有仿生人 村子里住着的全是老弱妇孺 一番恐吓威胁 吓得村民说出了入口 突击小队迅速行动 果然在地下发现一个巨型实验室 原本计划是先找人 可刚一进去 小队就开始屠杀 大黑对此深感无奈 但事情已成定局 自己唯一能做的 便是尽快找到超级武器 外面 实验室突然遭遇袭击 大批AI警卫源源不断赶来支援 虽然大部分都被炸成一堆零件 但奈何数量太多 小队只能返回支援 同时交代大黑 在实验室放置定位装置 方便游木号进行打击 怎料一星人刚离开 旁边的仓库大门就打开了 大黑谨慎上前查看 发现房间里只有一个仿生人女孩 没等他搞清原因 突然就被一枪放倒 女科学家打开一条逃生通道 让女孩赶紧逃离 并去找尼玛塔 大黑紧随其后爬了出来 此时地面战斗还在继续 为尽快将问题解决 游木号直接发射了导弹 实验室连通村子被瞬间移为平地 等到大黑再次苏醒 发现正睡在一条船上 仿生人女孩就在一旁看着 看样子是他救了自己 这时玉米地里传来对讲机声音 大黑上前寻找 刚好碰到冰死的队友 两人迅速转移到其他地方 谁知仿生人女孩也跟了过来 他们与爱琳取得联系 结合大黑所说 看来仿生人女孩就是超级武器 爱琳本想让大黑把她带过来 可不等行动 一会儿人便被AI警卫发现 爱琳赶紧下令干掉女孩 大黑良心难安 迟迟下不须手 下一刻一只AI警卫将目无包围 大黑找到辆破旧汽车 倒过半天也无法启动 AI警卫又扔进来一枚炸弹 生死存亡之际 一只狗子救了他们 仿生人女孩双手合十 车子竟被他启动了 大黑开上车一路狂飙 等再次回过神时 发现队友已经狗呆 为了方便沟通 大黑给女孩取了名字叫小飞 停在一位路人的帮助下 顺利来到市里找上朋友帮忙 朋友细致检查了一番 发现小飞果然与众不同 这是他见过最先进的仿生人 能够实现自我升级 且能力也会跟随增加 假设让小飞安全成长 届时将没有任何事物是他的对手 然而大黑不知道的是 自己和小飞已经成为通缉犯 还在和朋友扯皮的时候 城市里的AI警卫再度出现 小飞预感到有人来了 可还是晚了一步 整个楼层都被炸弹炸穿 眼见小飞就要遭遇毒手 危机时刻 大黑凭一己之力干掉所有警卫 几人行踪暴露 不得不继续逃亡 大黑开车回到之前的村子 为了找到玛雅 他不顾朋友劝阻 进入废墟找到一枚戒指 小飞也跟了进来 他感知到有同伴靠近 只是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大黑的老朋友们就来了 朋友被当场射杀 迷路之际说出一个震惊消息 原来你妈塔就是玛雅 大黑和小飞终究未能逃脱 被赶来的老朋友当场抓获 男人名叫杜鞭 五年前就已是AI反抗军将领 曾与大黑关系不错 却也因那次袭击变得生疏 杜鞭给他讲了一个秘密 原来洛杉矶核武事件 其实就是程序编辑错误所知 跟AI机器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美国为了掩盖罪行 不要废死的把责任嫁祸给他们 因为AI产品从问世以来 首个重要程序设定 就是绝不可以攻击人类 如今也是为了过上平静生活 不得不犯起反抗 谈话间 来到一处隐蔽村落 这里宛如世外桃源 人与机器仍然可以和睦共处 趁杜鞭出去的时候 大黑忽悠小飞把他放了出来 之后藏在船底跟随进入村落 夜深人静 大黑本意带走小飞 但作为可以改变战局的存在 杜鞭哪怕睡觉也要抱着他 大黑无奈只能关掉杜鞭的开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艾琳一路追踪大黑 终时带领大批士兵冲进村落 美军武器装备精灵 打得杜鞭一方毫无换手之力 为了尽快解决战斗 艾琳又放出自爆机器人 无惧任何枪支弹药 跑到人群里引发大爆炸 欠此情形 小飞终于坐不住了 上前拦下第二个自爆机器人 他就站在那里 机器人竟沉浮了 停战并未持续太久 小飞就被美国士兵开枪打伤 杜鞭等人猛烈回击 帮助大黑干掉士兵救回小飞 村落已经不再安全 在渡边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脉 山顶有一座寺庙 大黑信心念念的玛雅 此时正安静的躺在里面 玛雅的确没死 但也因大脑损伤严重 成了植物人 之前还清醒的时候 便已开始创造小飞 后来在其他科学家的帮助下 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玛雅失去了大黑的孩子 所以小飞的诞生 也变相弥补了两人的遗憾 小飞感到母亲非常痛苦 希望大黑能帮助玛雅解脱 悲痛良久 大黑慢慢切断电源 不料这时又有美国士兵追来 爱林带头扫荡 结果一个没注意 反被杜鞭偷袭得手 但他也被美军打成重伤 小飞见状愤怒动用能力 竟直接将爱林炸成了渣渣 大黑取揍玛雅的记忆芯片 准备带上小飞离开 结果被美军躲个正着 美军将两人强行分开 游木浩也在这时抵达战场 等大黑再次醒来 已经回到了美国 军官迫切想要研究小飞核心 却始终没能得手 所以希望大黑出手一次 毕竟只有他最了解小飞 可在看到对方可怜的眼神后 大黑怎么也下不去手 因为有玛雅这层关系 准确点说小飞也算是他的女儿 大黑集中生智 用遗迹将他打婚 制造成小飞死亡的假象 然后在赶往航天站途中 苏醒的小飞动用能力 关掉车上所有电子设备 等后续部队赶到 大黑两人已经坐上了航天飞机 途中小飞再次使用能力 改变航天飞机航向 静止飞向了游木号 直到此时 军官才看出大黑意图 显然是想拿游木号开刀 为避免影响后面计划 果断下达攻击指令 炸毁所有反抗城市 渡边对此无能为力 无奈带领幸存者们转移躲避 与此同时 大黑和小飞抵达游木号 两人分头行动 小飞用能力切断游木号电源 大黑则趁机安置定时炸弹 共有10分钟撤离时间 这时小飞进入一间货舱 意外发现了玛雅的仿生人 稍左右逾将记忆芯片炸入 因为启动程序需要时间 所以小飞未能等到玛雅苏醒 经过这么一耽搁 大黑的氧气已经见底 眼见较快晕厥的时候 小飞总算赶了回来 随着游木号重新启动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找上两人 用机械臂死死缠住他们 虽然大黑将其挣脱 但也错失了逃生机会 最终与小飞不舍告别后 按下了逃生舱的弹射按钮 老黑的良知好似感动了上帝 让他与苏醒的玛雅见了最后一面 相爱之人深深庸吻 游木号也在这时迎来正义审判 在小飞等人无谓的努力下 AI阵营终于拿下胜利 幸存者们欢呼雀跃 发泄着十年来的压抑和不满 也许未来战争还会继续 可至少这一刻他们成功了 AI创始者上映于2023年 用类似公路片的故事框架 加接到科幻动作影片上面 借用人机大战主题 引于当前社会所面临的难题 设定和概念虽好 但总有种自我高潮的洗脑感 许多层面情节受限严重 显得内容违和又拧巴 除了特效质感不错 只能算是一部常规的流水线作品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